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你觉醒时,你才开始真实地,真正地活着 第二条,当你愿利益众生时,所有的资源都会流向你,因为资源是服务众生的 第三条,懂得爱,存为爱的那一天,你将不再寻找爱,追求爱,渴望爱 幸福不是找到你爱的和爱你的,而是成为爱本身 第四条,灵魂来到地球不是为了体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 也不是为了喜怒哀惧功名利禄 灵魂因着进化提升的需求来到地球 所有利益众生,利益地球的修炼修行都会让灵魂进化提升 爱与慈悲是进化提升的必经之路和究竟之路 第五条,小我奖励,先利在意,烦恼不断 大我奖意,先意后利,快乐回家 爱自己不是爱你的小我,而是连结回归你的自信本我 清静,慈悲,光明,爱就是你的本性 第六条,当你替天行道,利益天下,天都会来帮你 当你为己牟利,为背道而驰,天就会来罚你 爱是通天的门票,恨则是地狱的通缉令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选择在你 第七条,记住,当你全然敞开时 最先进来的是光和爱,不是怨恨和伤害 因为光最快,爱最高 第八条,所有天赋的资源都是让你替天行道 异行天下的,辜负上天的美意和厚爱 你就关上了幸福喜悦的大门 九,当我们不认可自己时 我们就开始评断别人 当我们不接纳自己时,我们就开始抗拒别人 当我们没有自己时,我们就开始要求别人 总之,我们内在感觉匮乏时 我们就开始折腾,折磨别人 第十条,受害者就会成为加害者 你渴望得到的满足也正是你无法为别人做到的 你缺失的也正是你不能分享给别人的 自我了解,自我满足,自我负责 这是你成长的必经之路 第十一条 做你自己,不是做你想要的自己 是做回你本来的,本源的,清净无染的自己 第十二条 衰老的标志就是从过去看现在 你经验过当下,用固定硬变动 成长的标志则是从现在感恩过去 在当下创造体验,以变化面对变化 十三 有的人依靠自己的想法活着 有的人依靠多数人的想法活着 还有一种人,他们无衣无拙 所以勇敢光明地活着 有的人依赖自己的感受去伤害别人 有的人保护自己的感受去冷漠别人 这是更加隐藏的伤害 还有一种人,他们打开了自己感受着众生的感受 喜怒哀乐,深沉,宁静,慈悲 十四 你要的是成功还是成功的人生 成功只是名与利的丰收 而成功的人生是和一群人过想过的生活 做想做的事,是共同达到达成的生命过程 成功的人生的秘密是找到培养一群和你一样的人 以此增加对方的价值和意义 第十五条 当你停止成长 你所有的资源也就停止了 在害怕失去的恐惧中 你会开始抱怨,责备,索取,取悦,控制等 在关系中停止成长那一方 要么变成受害者,要么变成加害者 当一个人不断持续成长时 资源源源不断地涌向你 整个宇宙都会帮助你 第十六条 自己能够做到也许会让你的自负 而不是自信 而自己做到的同时还能帮助别人做到 带给别人价值和意义 那么你就会瞬间有了助力三顶的感觉 那时的你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自信 自在与自由 感谢观看